CNN记者晚上在俄罗斯目睹这惊人一幕 直见俄罗斯还继续派出更多凶狠武器 直攻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首都基辅也炮声隆隆 俄罗斯多点攻击就是要分散乌克兰的兵力 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第四天 德国政府终于改变立场 承诺将提供一千件反坦克武器 和五百枚次真飞弹 给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美国也宣布将拨出3.5亿美元 约98亿元台币军援力挺乌克兰 另外乌克兰请求土耳其关闭海峡 不要让俄国战舰进入黑海 土耳其却表示还没有做出决定 另外在金融方面也确定 对俄罗斯祭出核武级制裁 美国白宫和欧盟宣布 不法多家俄国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是连结全球银行的金融通讯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银行之间的讯行搬运工 目前被逐出的国家有北韩和伊朗 专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也会伤害跟俄罗斯往来最频繁的美国和德国 评约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